他就能够 接受到 变法界虚空间 一切众生的波动现象 他统统能接受 菩萨的定功比不上佛 他还有接受不到的 阿罗汉的定功比不上菩萨 天人也有定功 比不上阿罗汉 我们凡夫可怜 把定射掉了 这个射掉是迷失了 不是真的没有了 真的有 慧能大肆告诉我们 他开悟的时候 第四句话说 何其自信 本无动摇 给我们透露这个信息 这信息是 我们自信本定 没失去 只是我们现在迷失了自信 这种作用 不能限制 我们今天限制 其作用的 全是烦恼 全是习气 烦恼习气是大波大浪 很明显 我们能调查 微细的这个波浪 我们不能调查 并没有真的失掉 所以大臣叫长江 这个事是迷失 不是真失掉 我们怎样恢复呢 如法修行 就会复 怎样如法修行 那贤手大肆的 望静还原观 就是非常好的方法 它真的是帮助我们 看破方向 还原观一共识 六条 前面三条 是帮助我们看破 这个看破 就是了达于一 后面三段 是修行 就是如法修行 所以我们如果要问 贤手过世的 望静还原观 讲什么 就可以用这八个词 它里面所讲的是 了达于意义 如法修行 修行里面 有礼 有识 四种信德 是讲的四 五直六观 是讲的理 帮助我们 回头深谙 帮助我们回归自信 帮助我们回归自信 结合归 是 礼仙呢 帮助我们 了达宇宙人生的真相 万事万物的真相 你就不迷了 然后 然后才真正能够 远离于米 鱼的对面是 智 米的对面是 角 自信 本觉 自信 本来具足 圆满的智慧 现在我们怎么 失掉了 我们 起心动念 失掉了 起心动念 把本觉 失掉了 本觉就是 老祖宗讲的 本善 人之初心 本善 那我们又有分别 又有直处 一层一层的 都迷失掉了 根本的迷失 我们不说了 我们今天生活在六道 生活在四法界 有了分别了 四身法界 迷了 有了执着了 六道里头 迷了 佛在经教里 讲得很清楚 迷就有苦 悟就有落 喜乐 从哪里来的 孔老父子 有一句话说的好 学耳儿实习之 不亦岳父 那个岳就是席 席 席从哪里来的 父子说 从学习来的 这两个字的意思 你都搞清楚 学习 学是学 神仙的教会 你把意思都明了了 习是什么呢 习是如法修行 所以 不了达 余意 是学 如法修行 是习 学耳实习之 后面习落就出来了 就换习了 你就快乐了 这个 大乘教里面常讲 你看菩萨 菩萨一听到干什么 就是了大于义 如法修行 所以他一听到晚 快乐 欢喜 发喜 充满了 长生 欢喜心 一个人 长生 欢喜心 健康 成熟 不病 不生 病 病生 于忧患 忧悲 苦恼 这是 所有一切 疾病的根源 贪嗔 吃慢 这是 三毒的根源 这个东西 要把它写掉 这不是好东西 放在心上 就是病根 稍稍稍稍有点感染 的话 你就得病 你能把病根拔除 里面把贪嗔痴慢 舍掉 放下 你再不会受外面感染了 又被苦恼 失去了 你得大自在了 你的智慧 现实 负得 现实 在佛法 用佛学书语说的 你能够自度 你也能度人 这个自度 你能够生活在幸福圆满之中 这个生活 幸福圆满 给度数 与富贵 没关系 富是 你有财富 贵是 你有地位 幸福美满 与财富 没关系 与地位 没关系 孔子学生里面 就有一个 给我们做出榜样 严慧 严慧是 平民 没有地位 严慧非常 穷苦 没有财富 你看他表演 孔夫子 长长三大 三千弟子当中 只有严慧一个 一旦是 一瓢眼 人不堪其忧 会也不改其落 他一天到晚 欢欢喜喜 满面笑容 他落的什么 落的道 落的就是了达 于义 无法修行 他落这个 圣贤人教会 他做到了 也就是说 五轮做到了 五常做到了 仁义 理智信 做到了 思维 做到了 理义 廉耻 做到了 霸德做到了 忠孝仁爱 心意 和平 他说的 他怎么不快乐呢 在佛教里面 摄加摩尼和 很慈悲 他给我们 表演出来了 摄加摩尼说是王子 他要不出家 他继承父亲的王位 那是大富大贵 不要了 告诉你什么 喜乐与那个不相干 面回事 所以他写起 不要了 出家 过苦行生的生活 快乐得不得了 身上什么都没有 日中一时 树下一休 全部的财产 三亿一波 你什么时候 在经典里面 看到摄加摩尼说 诉苦过 摄加摩尼说 从来没给人 诉过苦 真的是 长生欢喜心 发喜充满 你这不就明白了吗 不但他对现前了解 通大明了 他知道过去 他知道未来 他知道此界 也知道他方 变法界 虚空界 没有他不知道 他什么知道的 自信 本觉 你要记住 这句话 他那个智慧 灯呢 不是他一个人 专业 独有 不是 他告诉我们 一切众生 过过 过过 对 只是你迷了 你其聊 贪嗔之慢 你其聊 妄想 分别 执着 这个 不得害了你 这是假的 不是真的 虚幻 你觉悟了 贪嗔之慢 死掉 害自己 害自己生病 害自己痛苦 害自己天天生在忧患当中 生在苦恼当中 活逼呢 为什么不像佛菩萨天天生活在快乐当中 佛菩萨知道 变法界虚空界 一切众生 跟自己一体 这是什么 这是能力 佛家的能力 一体 那个一体 就形式出 亲爱 就父子有亲 所以他那个爱一切众生 那是真心 不是妄想 是自然流露 不是做作的 众生有分别 他们有分别 众生有执着 他们有执着 众生有对立 他们有对立 众生有矛盾 他们有矛盾 众生有冲突 他们有冲突 你说他多幸福 他多美满 他表演给我们看 我们还能不求物吗 我们现在认为什么 物质上 精神上 享受 那叫有福 他不是没有 世加坡里有 不要 不然他告诉他 那不是相福 那什么呢 用世加坡里佛 这个眼光来看 那叫早夜 那哪里相福 他那个生活 他才真的相福 我们无法体会 我们迷得太深了 我们迷得太久了 那 世尊为我们所表现 我们看不出啊 体会不到啊 说实在的话 如果不是深入金藏 长时间 我们也没办法体会到 随着古人教学 理念 我们明了 要相信 要遵循 方法明了 方法是非常重要 教学叫什么 用佛的话来说 好强 就叫三个字 戒定会 你迷了 迷得很深 现在要帮助你回头 帮助你回归自信 头一个 你的手法 法什么呢 你那些毛病 习气 通通的都放下 戒律是叫这个东西的 那根本界 是十善业道 你看十善业道 第一个 叫你放下杀神 不杀神 杀神里面含义 非常非常之广 包括是什么 包括是 叫众生 感受到不愉快 那都叫啥子 就是让众生生烦恼 都不可以啊 让众生生怨恨 你就错了 所以菩萨教导我们 这个众生讨厌我 看到我就讨厌 菩萨怎么做呢 菩萨看上来了 赶紧到别的地方去 不要读过 不让他生起 讨厌的念头 回避他 这叫行菩萨道啊 这叫持不杀神的戒 去注意看看 戒经啊 讲得很威胁 我们也不要看 那些大臣 大臣经教 你就看沙米律仪 就晓得了 祖师大得的祝籍 祝得很好 沙米律仪 正祝 你就看这本书 不要学多 就把那些东西学会 你这一生 就会很快乐 放下偷盗 偷盗的根 是喜欢占人便宜 那是偷盗的根源 决定不能有 占别人便宜的念头 偷盗的根才断掉啊 谁说先教你 教你这些 教你持戒 持戒的时候 就是教你放下 放下之后啊 还要学大臣 大臣菩萨 还得提得起 翻过来 帮助众生 不伤害众生 帮助众生 历苦的路 帮助众生 破米开物啊 集体的 全心全力 为众生服务啊 这是菩萨 你能够放下 你的心情 你能够帮助一些众生 你在那里累积功德 累积功德 而不着相 那叫功德 啊 累积着相呢 着相是负德 啊 诸位要知道 负德 就是有果报 初步聊六大轮回 功德上 不求果报 啊 心底很干净 那个 果报的念头都没有 天天做好事 不求果报 他就会得定 那个定就是你的果报 定久了就开智慧 智慧开了就了大于一了 然后才真的是如法修行 啊 所以我们现在念的这个经文 这是二诸菩萨了 他们是真的了大于一 如法修行 啊 为什么呢 因为 在初初一切 他在舍法界 他对义没有了大了 啊 啊 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舍法界里面的佛菩萨 了大于一 我们可以说 他只能到一半 没有真的了大 我们把 赤度放宽一点来讲 他了达个八九十了 啊 百分之八十 百分之九十 不圆满 必须到 放下起心动念 明心 见信 见信 成佛 他超越舍法界 他祝 祝佛如来的 十报庄严土 才真正了大于一 啊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经文上所看到的 字字句句 啊 完全是信得的流露 这才是 入住的菩萨 啊 出住一向菩萨 啊 那个境界 我们说不出来 为什么呢 我们 我们自己没有到那个境界 你怎么能说得出来 现在我们读经呢 是看到 他们提出来 我们回光返照啊 在我们今天 现行这个状况之下 我应该要怎样去 我们才能够得利益了 才能够得到真实受用啊 只有我们这个了大于一 能够到孔子 这个境界 就不错了 这会很有受用的 孔子境界是什么呢 恕而不足 幸而好苦 我们对于古圣献献的东西 能肯定 不怀疑 能不能继续 不能继续 前几年 我在印尼访问 雅加大的回教大学 赠送给我博士学位 我很欢喜地接受 因为它是伊斯兰教的大学 我也在学习古兰经 他给我博士学位 对我的学习 也算是个肯定 我跟他们就密切地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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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跟校长报告 我说校长 这门功课有问题 他说有什么问题 我说宗教都是大圣大贤 传下来的 我们怎么敢比较 我说我们当中 有哪一个 他的智慧得能 超过耶稣的 有哪一位 超过穆罕默德 有哪一个 能超过 摄迪迪弗 超过才可以比较 那没有超过的人 你怎么敢比较 他听来就得很 他说那怎么办呢 学习 认真学习 各种宗教的时候 我们都应该认真学习 我就向他回报 我对于一切宗教经典的看法 我说我虽然是个佛教徒 摄迪迪弗 是我的老师 因为在佛教里是私生关系 我们称摄迪迪弗 称本师 根本的老师 我们自称三宝弟子 弟子是学生 我们跟摄迪迪弗 是私生关系 我读古兰经 我也讲过古兰经 我读古兰经 我是什么样的心态呢 我是穆罕默德的学生 穆罕默德是我的老师 我对于穆罕默德那种 尊敬 跟对释迦牟尼佛是平等的 没有高想 我读圣经 读圣经 我说我是耶稣的老学生 我是摩西的学生 他们是我的老师 我是用这种心态 这种理念来学习 我说他们是我的好老师 我是他们的好学生 我才能够看得懂经典 我才能够了达他的毅力 我天天在学习 我把学习的都落实在我的生活 落实在我的工作 厨师在人间 我得到受用 我非常感恩 我是这么学习 我在马来西亚 我也把这些话 我学习的这个态度方法 跟马哈地长老 谈过 哪能批评 那怎么可以比较 不可以 那我们太自负了 这是我提醒校长 这门阔的时候 我们的心态 学习的心态要改变 不可以站在批评的 这个立场上来看一切宗教 要用自己的说 谦诚 谦卑 学生的立场 来看这些大圣大仙的教会 向他们学习 这就对了 这样才能够远离迷 难住不动 这个不动是讲我们的立场 我们做学生 我们是凡夫 中国人 自古以来 讲德行里头 最重要就是谦卑 实际上 其他宗教也不例外 那佛门 扩颂仪规律 常常念头 一心 顶礼 一心 恭敬 这前辈 天主教的 玫瑰经 是他们的早晚扩颂 非常重要的 一部今天 我学习的是这个本字 一共是五段 第一段 学习圣母玛利亚的前辈 本在第一段 就像 普贤菩萨十大愿望 你看 第二愿 离近诸佛 祝福是谁 一切众生 环瑰经 说的很明确 一切众生 本来是佛 怎么能不攻击 离近祝福 就是离近心得 尊重自信 这个不能不知道 我们如果离开 大声 大邪 用傲慢的这种态度 用我们自己的知见 我们来做 拿他们的东西来比较 拿他们的东西来批判 这样的心态 圣贤的教诲 你是决定不得其门而入 为什么 英光大师讲得好 一分沉浸 得一分利 十分沉浸 得十分利 没有沉浸心 你天天念诵 天天学习 都得不到利 你得利益多少了 完全在你的沉浸心 这个话 英光大师在文朝里 说了很多遍 不是一遍 文朝 是别人把他战绩成功的 英光大师当年在世 他是山西人 山西的响应很重 所以他讲经 别人听不懂 老人很慈悲 一生用文字鸿法 当时 许许多多 这些学者们 提出一些问题 向老人请教 老人用书信的方法回答 所以文朝里面 你所看到的 书信 占 三分之二 另外三分之一 是他写的文章 写的续文 续吧 这一类的 所以常常劝导人 学古身先贤的东西 学宗教教育 一定要用沉浸 去 因为他是道 道一定要悟 悟一定要真诚清净 这个心 不是真诚清净平等 你没有办法 误入 误入的条件 就是这三个字 真诚清净平等 你才能侮辱 所以先起 我们看到多少年轻人 不是不用功啊 不是不好学啊 他真干啊 为什么他不能侮辱 该做事 就是带着那一点 傲慢的习气 障碍了他 那个傲慢习气 是病毒啊 严重的病毒 他让你开不了智慧 他让你 解除圣教 你都把意思解除了 确解如来真实义 错节如来真实义 所以你自己得不到利益 刚才我讲过的 身心健康 你得不到 你看很多 我们佛门的同修 你不能说他不用功 他每天扩颂是真用功啊 真干啊 为什么身体不好 有人问过我 为什么那么用功的人 他身体不好还多病 我回答他 也都是 祖师大德的教会 他为什么不得受用 他心不清净 傲慢的习气 有时候自己不知道啊 这真的不是假的 我没傲慢啊 我很谦虚啊 他自己不知道 自己不承认 几个人承认自己傲慢 你要想的 你没有傲慢 你就没有成会 你就没有嫉妒 你心地是清凉自在的 所以从这些地方呢 你慢慢就想 你真的想通了 你就发现了自己傲慢 佛数 六道众生 那可不好吗 为什么傲慢 因为你有居身烦恼 不是修来的 这个莫娜是 莫娜是 莫娜是魔 四大烦恼 长相随 第一个是魔戒 执着有功 有我 我就比别人高一等 别人就不能跟我一样 这就是傲慢性 只有我 所以什么时候傲慢没有呢 真相 金刚 金刚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数者相 傲慢就没有了 傲慢没有了 你就不再六道轮回了 你超越六道了 再六道就要了 随你 用我 借 用我爱 用我吃 用我慢 换一句话说 用我 又贪嗔痴 这四个字 我 贪嗔痴 这四个永远随着你 居身烦恼 他不是学来的 你是多麻烦 这四个都放下了 你就证阿罗汉苦 去学佛 学到什么功夫 这个 这个 我慢没有了 证阿罗汉就没有了 换句话说 有 你就成不了阿罗汉 不但成不了阿罗汉 你有严重的傲慢 连阵营 出国 都做不到 华严经商 摄性位的菩萨 粗性菩萨 你也得不到 必须把贪嗔痴慢 把我执 要放下 多分 少分还不行 要把它看到 淡之又淡 把它淡化了 先从我执着 不再执着 生生活了 生 有生死 不相干了 你真看破了 为什么呢 这个肉身 生灭 是自然现象 为什么 原居原散 原居的时候 它就形成这个身体 原散的时候 这身体就消失了 原居原散 正常现象 你要知道 有个不生不灭 灵性 你要知道 灵性是真火 我们不说灵魂 灵魂是什么 灵性在 迷的状态之下 叫灵魂 实际上应该叫 迷魂 他不灵 他觉悟了 破灭开悟了 他叫灵性 灵性呢 就超越六大轮回了 没有超越六大轮回 叫灵魂 这个要懂 灵魂跟灵性是一桩四季 一个是在 觉悟的状态 一个是在 迷惑的状态 这个不一样 所以生死就很平淡 生死像什么 像我穿衣服 脱衣服 衣服脏 脱掉 换一件 这个身体 用了几十年 差不多了 可以不必要了 换一个 你只要真正 了达于一 这个道理 似是真相搞清楚了 越换越好啊 只有迷惑颠倒 越换越坏 换成三屠去了 这个冤枉啊 学佛 学了一辈子 最后还到三窝道 你是你愿不愿望 为什么你会堕落这三窝道 你不了于一 你对四十真相没搞清楚啊 天天天经 没听到 天天修行不如法 修行着重什么 着重表面上的一些仪归 行事 这一桩事情 我初学佛的时候 张安家大使告诉我 佛法 重设置 不重行事 我二十六岁 老师告诉我 他讲这个话 是叫我求忏悔 为我说出这句话来 忏悔的时候 要真改过自心 不再行事 行事上忏悔 你心没有改过来 没用啊 什么叫真正忏悔 后不再造 我知道做错了 我以后再不会犯同样的过失 这叫真忏悔 不再行事 行事上忏悔啊 那种仪归 那是舞台表演 给一般人看 让一般人呢 通过这种教育的时候 他有感受 回头 我要应该修复 是这个意思 不能拿舞台表演 当做自己真正功枯 那你就错了 这个话说得好啊 所以佛法有仪归 但是仪归并不重要 仪归是戒言大众的 我第二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是99年 我在新加坡 跟纳丹总统啊 在一起吃饭 那个时候他不是总统 他刚刚从美国回来 他是新加坡驻美国的大使 回到新加坡 有一天我们在一起吃饭 我跟他坐在一起 他告诉我 他是印度人 他是印度教 他说他最佩服的是佛教 他说佛教 重师智 不重行事 跟张家大使讲的一样 我当时很惊讶 他怎么会讲这么一句话出来 这是内行人啊 外行讲不出这个话来啊 以后他做了总统 现在还是总统 我们见面很多次 很熟悉了 很多活动 我们都在一起 这句话很重要 就是说 就是说 舍佛要真干 移规要不是真心去干 那个移规就 起不了什么作用 比如说每天 早晚空母做三规意 自规意佛 当愿众生 提节大道 法无伤心 我都会念啊 有没有真法呢 可不出法 自规意佛 当愿众生 深入金藏 智慧如海 这是不是真的呢 都没兑现啊 那都是说说而已啊 这个说说而已 所以我常常想啊 又造尊业啊 为什么呢 早晨早过 骗佛菩萨 骗他一次 晚上做完过 又骗他一次 你看 尼素木雕的佛菩萨 早晚都去骗他一次 就是人心干这种事情 他还有什么事情 干不出来 真干 念这种 这些句子 提醒自己啊 早晨早过 提醒自己 我今天 不要忘记啊 我要照做啊 顽阔 我要反省啊 我今天有没有真做啊 那你是真的在学 可不能流于形式啊 早晨骗佛菩萨一次 晚上又骗一次 那这个罪过就中了 真干从哪里干起 给主说 从弟子归 感应片 干起 那佛教导我们呢 是从实善 干起 啊 实善业 实善业落实在弟子归 落实在感应片 感应片跟实善业 就是 就是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感应片跟弟子归 就是实善业的 那是真的不是假的 啊 真干 就真意修行 那才叫如法修行 啊 我们没有真干 那就是假的 那就修行不如法 所以你得不到佛法的 真实受用 你对佛法的真实意 不了解 你要开经济 啊 开经济是我这天做的 做得太好了 啊 那自他以后 这将近一千年 多少祖师大的 想给这个开经济 重新做一手济 就做不出来 没有办法 还是用他的 啊 无上甚深 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日 我尽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意 这个愿解如来真实 就是了达于一眼 然后你才能如法修行 啊 啊 所以学习 夜门深复 尝试寻修 这是秘诀 啊 金 不要舍得很多 啊 我们最近 讲的这个 极端的经文 都说到 啊 我们要求金 不要求多 啊 古人教给我们 多数千遍 奇异自见 我们学义不尽 能不能从头到尾 学义千遍 学义千遍 那个奇异自见呢 就是了达如来 真实意 为这功夫不行啊 千遍 心定了 真诚心起来了 功尽心起来了 亲尽心起来了 就能误辱 就这么个道理 哪个人做 哪个人就误辱 心浮其躁 不要说是圣教 你不能够了他 世间法也不能够通他 那现在这个 我们看这些年轻的学生 有几个不识 幸福洗澡 这个值得忧虑 这个问题 原因很复杂 我们对于古生先行的教会 教会 至少丢掉了一个世纪了 一百年了 我们收获了 没有认真去教 现在把它找回来 有一定的难度 这个难度 必须可复 还得用古人的方法 还得用古人的理念 才能收下 如果对古人没有信心 不能够幸而好古 自己在想办法 那我们还得吃苦头 那够吃的 这一段事情不能不知道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休息到这里 请订阅